各位老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老朋友喵哥 喵哥在节目里面一再跟大家强调 我们车子上轮胎属于重要的安全部件 建议大家不论轮胎看上去有多新 5年左右一定要把轮胎换了 具体原因喵哥也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了 因为橡胶会老化 一般情况下5年左右 轮胎的橡胶就老化变硬了 轮胎的抓地性就差了 这个时候你的刹车具体就长了 容易发生事故 但是由于咱们国家 各行各业进的都比较激烈 所以说这个价格账也就在手难免了 这也就导致上这个轮胎市场上 个人跟着牛鬼蛇神都出来了 相信很多朋友自己去换轮胎 都会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这个地方换这个轮胎 到底是不是真货 是不是正品 会不会买到假货 喵哥就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出去换轮胎 第一点大家担心的假货 担心的这个型号规格什么的 这些东西你们都不用太过于纠结 最最需要担心的就是库存胎 因为我们轮胎厂 它生产出来的轮胎 不可能百分百全部都会卖出去 总有一些轮胎 它会在各个环节 由于这个流通原因 流通其他原因 导致这些轮胎不能够销售出去 这个时候这轮胎放了大半年以上 它的这个橡胶慢慢的这个边缘 慢慢边缘织慢慢老化了 市场上也不好卖了 轮胎厂了 又不可能把这些轮胎 完全的这个以正牌的名义 低价处理掉 这样有损自己的品牌形象 所以就会采取这个回收 或者采取销毁的办法 一般情况下都会把这轮胎回收之后 进行割破把轮胎这个割开 这样的话轮胎就报废了 就没用了 但是呢 不排除中间出现一些这个坚果不严的地方 比如说某些轮胎厂没有割破 就从轮胎厂里面流出来了 流出来之后 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这个想重做模例 比如说一条600块钱的轮胎 从轮胎厂以库存胎过期胎的名义 流出来 可能这条胎就是50块钱 新胎的生产日期文字是出出来的 而且生产日期这个地方的文字下面 它的这个高度是跟旁边这一圈的高度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这才是轮胎在厂家生产出来的时候 打的那一个真正的生产日期的标 但是他们这些步伐商家把它拿出来之后 他就会把那个地方的这个标把它磨掉 磨掉之后 然后自己去刻一个这种能够加热的干硬 几个字母 然后再把磨掉的地方再把它打下去 打下去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第一种情况就是你的轮胎上面的生产日期 是直接凹下去的 烫下去的 也就是说那种它用的是凸标 然后烫下去了到轮胎上面变成了凹标 第二种情况它用的也是凹标 但是从那个地方烫下去之后 因为原来的那一层磨掉了 就会出现文字旁边的这一圈橡胶 比你的胎面的橡胶低那么一点点 你仔细看那个地方就能够看出来了 甚至有一个椭圆形的印记 如果你在换轮胎的时候 仔细看这个数据 假如出现标个给大家讲的这种情况 八九不离时 这就是库存胎改过日期的了 当遇到这样的轮胎 遇到可疑情况的时候 大家要坚决的 毫无犹豫的退掉 不能要这样的轮胎 因为这个轮胎 你不知道它库存多久了 它有可能它已经库存了两年了 两年的时间 你在想你把它买了之后 你最多用三年 这个轮胎就报废了 也就是说 你用600块钱的这个正牌轮胎的价格 买了一个寿命只有60%的轮胎 实际上你就按寿命折算 这个轮胎66360 也就只值360块钱了 明白了吗 而且最最关键的问题是 不是钱的问题 这个轮胎它有很高的安全隐患 因为你把它当成正常的轮胎 用五年的话 也就意味着 后面两年你会超期服役 弄不好上的高速 轮胎出了问题 把小命丢了 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划算的 所以我们在换轮胎的时候 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朋友当心的问题 就是方形胎 其实据苗哥所知 在市场上 我们家用小车的轮胎 方形胎的比例 还是非常非常之低的 大车的轮胎 方形胎有 有一些是属于合法方形的 有一些可能是非法方形的 但是小车的这一块 我们不用太担心 但是也有朋友 咨询跟苗哥 就是说这种二手胎能不能用 很多地方都是说 一些爱好者 买了新车之后 可能开了这一两个月 觉得车子轮胎不好 我把它改装了 然后把轮胎换了 换成了更好的轮胎 然后轮胎就变成了二手胎 我们卖出来 这种情况 如果在来路不可靠的情况下 苗哥建议大家 最好是慎重使用 除非这个东西 是你亲眼看见 它从车上扒下来的 不然的话 苗哥建议大家不要去谈这种小品 因为差价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你也得不到更多的优惠 大家知道了换轮胎的时候 最需要注意的生产日期之后 苗哥最好给大家吃个招 我们换轮胎的时候 建议大家最好在每年的这种购物季的时候 比如说618 双11 双12 这种购物促销的时候 提前看好你轮胎的型号 然后去对应的官方旗舰店去买 因为在每年的这几个大的促销的时候 在我晚上的官方旗舰店 轮胎的价格 有时候甚至会比他们的经销商拿货还要低一些 而且官方旗舰出来的轮胎 在纸链上和生产日期上都是非常有保障的 这个呢 在去年的双11 苗哥也亲自买了4个轮胎 也用最实际的行动 给大家演示了 这个办法的可行性 确确实实能够这个买到自由价量的好轮胎 以上就是关于换轮胎的时候 苗哥给大家需要重点强调 也是给大家支的最最实际的招 希望苗哥的这个招能够确确实实的帮到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苗哥讲的还实在 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给苗哥点个赞 给个关注 好不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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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